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网站 网站的名字叫ilovePDF,它的域名也是这个ilovePDF 这个网站呢,它可以不用注册,也不用登录,可以直接使用它的功能,而且是免费的 这里边我们看到它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全面,都是跟PDF有关的 那下面呢,我以它其中一个功能为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这里边点allPDFtruth,就是所有的工具,这里边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添加页码 然后弹出这样的一个界面,这是让我们选择PDF文件 现在我这个桌面上有一个文件,测试.PDF,这个PDF文件呢是没有页码的,我们看到 一共三页 每页的下方都是没有页码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给这个测试这个文件呢,给它添加页码 我们可以直接点中这个按钮来选择文件,或者是将文件拖到这个界面里 那现在我们来 点中桌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把它拖进来 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是让我们做一些选择 这个页码的位置,我们点中间 然后其他的都不用修改 然后直接点这个按钮 然后顺点就可以完成 完成以后呢,我们可以点这个download 然后我们来打开它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下方呢 已经出现了页码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所以这个网站呢,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网站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这个网站呢,加到自己的收藏夹里面 以后可以随时来用 它的功能是很全面的 我只是演示了其中一个功能 好吧呀,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 您好吗,我们最后看这个就是这次是 这个一项